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把电力相关的一些记录引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制造业的工厂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它其实是使用的这种大规模生产的方式 来去取代原来在工业1.0阶段的它的一个机械化生产的方式 然后到了工业3.0阶段的时候呢 又有着相关的这种大规模的PLCE模块的应用 它将程序逻辑和工业制造结合在了一起 能够有效地去提高这样的一个制造的一个精度 还有制造的一个效率 然后到了现在的这样一个工业4.0的这样一个环节的时候 其实是更多地强调人与物和物与物之间的一个连接 以及能够把这种制造业整个流程当中所有相关 参与到这种价值创造里面的这种实体 都连练起来形成一个网络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国内对于这种工业互联网的发展 是提出了哪些政策和制造意见的 其实最开始是从那个15年的时候 是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政策 当时是指出了说我们国家在这种制造业环境当中 所还存在的两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时的那种制造行业依靠这种规模扩张 还有那种资源投入的方式 它是不能够持续地发展的 因为它只能够提高你制造的这种产量 但是它不能够提高你制造的这样的一个质量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它当时的这种制造业 对于一些各种各行业里面的一些新型的装备 还有这种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 是不能够很好的去实现的 那么所以呢 国家就是这些年来也是一直在提出一些相关的政策 这其中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政策 然后也是标准的颜色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在工业互联网的一个体架构 因为当时工业互联网概念的提出是涉及到工业和互联网行业当中的相关的一些多个实体 那么为了让大家能够在对于工业互联网这个概念达成一个共识 所以呢就提出了这样一个体架架 然后基于该体架架又延伸出来了两个 一个是标准体架架 然后又一个是工业互联网的平台白背书 其中这两个部分也是基本上两年的时间迭代一次吧 然后现在也是一个3.0和2021的一个版本 那么我首先就来看一下这个体架架 那么在整个的工业互联网体架架当中 它其实是分为六个模块来去构建的 那么最底下呢基础工性模块呢 它其实是提出了一个通用的一个标准 适用于政府给这种行业的标准 还有一些地方标准以及团体的标准 去提供一个参考意见 然后上层呢是它的一个应用部分 主要是像汽车钢铁还有这种垂直领域的一些工业的应用 然后中间呢是分为四个部分 其中左边是网多部分 它是则包含了工厂里面的一些OT域 还有它的一个IT域 然后还有它的一些5G 以及物体的这种标识体系在里面 然后右边的安全部分 则是保障整个工业互联网的这种应用的一个安全的 安全的这种管理文化 然后中间的平台 中间的平台它有一部分还有一个边缘计算 边缘计算又分为两个部分 其中又分为边缘侧和平台侧 边缘侧呢则是对于这种工业的大数据方向 形成一个垂直方向的一个汇聚能力 然后交给这种平台侧的这种工业大数据 工业的激励模型 去执行一些大数据上的一些分析和计算以及建模的任务 然后对于工业平台的一个建设呢 在工业互联网平台微博当中 是提出了一个建设的参考 然后在这个参考当中 我们看到中间的平台层部分 它是基于现有的这种通用的PaaS平台 去做了一个深度的定制化和改造 然后结合上面的工业大数据系统 工业的建模和分析 以及应用开发和工业的微服务组件库 来做一个封装实现对于上层的一个应用层 可能提供一个简化开发的这么一个作用 然后在这个平台层的应用里面 其实对于平台来说 它除了存在上面的应用 而应用又需要使用各种各样的工业数据 才能够发挥出它的价值 不然的话如果没有数据 应用它可能只是一个空的应用 它并不能够去给制造业产生新的价值 那么这里呢 我就要介绍关于应用和时序数据方面的一些特别 这些是一个挑战 那么首先我这里拿火力发电厂来举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在火力发电厂当中 它其实是涉及到有很多的系统的 比如说这种通工系统 燃料系统 发电系统 然后每一个系统呢 它其实又涉及到很多的工艺 不同的工艺当中 你的这种工艺制造的流水线当中 它还有涉及到许多的这种设备 然后这种设备 大部分的这种设备 其实产生的一个信号 其实是模的信号 模的信号 是不能够被计算机直接处理的 所以呢 然后呢就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 数目转换系统的一个采样的行为 才能够将这种模的信号 转换成数字信号 然后交给计算机去处理 而这种采样的行为 采样出来的数据就会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说 我的数据其实是 都在到时间的这种顺序去采集的 因为你也不可能采集到 过去已经发生的这种过去的数据 然后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每一个采样的数据 其实都是有一个自己的这种时间出货的 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把这种数据 去称为时据数据 然后时据数据 它其实是按照这种时间组织的一组值 如果说我们把这种 时据数据的这种数据值 做成图表的形式 然后横桌标是时间 中桌标是它对应的一个物理量 那么它就可以 通过这种图表上的一些 这种状态去观察 当时这样的一些设备 或者是感应性 它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比如说这一段 它就可能出现了一个特殊工况的情况 需要我们去做一些关注 或者是需要我们的设备的云影部门 去对设备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状态 或者是它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使用状态去做一个评估 然后在实际数据这一块呢 其实是除了这种特点之外呢 它还充满了一些挑战 然后我这边是把挑战分成了三个部分 第一块呢 其实就是像这种电厂啊 或者是核电啊 他们这样的一些工厂 它其实是对于这种采样点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电厂可能有30万的传感器 然后核电的采集频率 可能高达25000赫兹的这样一个方式 它就会产生大量的这种 采量的数据库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 它需要去进行存储的时候 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些挑战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在对于这种工业的网络情况 还有采集质量上 它其实会造成数据的一个空置 还有它的一个乱蓄的问题 然后第三块就是因为工业的话 工业互联网 它其实是把这种应用的分成 分成了云边端三个部分 然后你的采量的这种 这种水域数据就需要到 到你的云端边端 还有你的这种上面 边以及端上面都进一个层处 那么对于海量的水域数据来说 它的一个层处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然后说完了数据 然后我们还有这种稳定可靠的应用 来支撑这样的一个数据 去产生产生我们的应用的一些价值 那么这里我要说的就是 如果一个基本的应用 如果想要稳定可靠的 在这种伸展环境上去运行的话 它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这边来做举一个非常简单的 这种最小化的单体的应用的情况来说明 底层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计算网络的存储 这种就是一般的硬件资源 那么不管你是什么应用 它底下都是有应用的 然后上面呢就是你的应用的一些相关的依赖 组件 还有你的一些配组件的这样一些信息 然后再上面才是你的整个的 这样的一些业务逻辑来执行一些计算的任务 但应用它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对吧 我们还需要有对应的一个开发环境 比如说你需要管理多个环境的做开发资源 然后你还需要有你的编译的这种机器 还有帮助你完成编译和继承的过程 最后你应用打包好了之后 你还需要对它做一些功能和性能上的一些测试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你还需要有你的日志和你的监控系统 来帮助你在开发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问题 去进行一个排账的行为 然后当你的应用终于能够完成 将那个开发的过程 可以部署到生产环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生产环境的对于安全的要求 也是非常高的 然后安全这一块 它其实又涉及到平台安全 应用安全还有网络安全等等 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么对于整个的应用的这个研发的过程 就已经承担了这么多的问题 那么我接下来还要看一下 对于应用的一个运行和维护上 又会存在哪些问题 那么左边就是应用运行相关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工厂当中呢 它会有一些设备 其实我们通常称为盒子 那么对于不同的盒子 它上面可能会有 有的盒子会有操作系统 有的盒子 甚至就直接是写的这种固件的形式 然后对于有的一些边缘节点呢 它可能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些设备 还有型号 还有等等这样一些问题 那么当你的应用运行在上面的时候 可能不是一个应用在上面运行 你还有多个的其他的一些 这种应用在上面运行 那么你去操作的时候 可能就会涉及到 你应用与应用之间 可能会有一些环境的问题啊 有一些依赖的冲突等等 都需要去进行管理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针对于你那个 应用的一个运维和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的云边端的 这三端的这样一些应用 它是如何统一的去做管理和维护的 然后以及这上面的一些监控数据 是如何能够实现统一的管理 能够让你的研发或者是你的运维人员 不在多个平台上去做一些来回的协换 去投腾这些防火墙啊 去投腾这种运维体系上面的一些事情 然后我接下来就要介绍两种相关的一些技术 来解决我前面提到的一些问题 那么首先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史域数据库IoTDB 然后IoTDB 我们知道海量的史域数据库写入的时候 其实是对于新的 这种数据库的读写性能是有要求的 然后IoTDB在这一块 其实是已经具有了这种管理 数一级序列以及千万级吞吐量的 数据量的这样一些案例 并且呢 它是专门针对于物联网的这样一种情况而设计的 它具有这种物联网的数据模型 存储引擎还有它的一些共识协议 然后在它的存储引擎这一块 它有独创的手创的这种乱续分离的存储引擎 IoTDB LSM 并且来解决这样的一个数据乱续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介绍使用容器技术来解决 这样一些应用的运行啊 管理啊 或者是研发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 那么首先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容器技术 它到底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容器技术看作是由一个一个的这种 Cgroups或者NameSpace技术去构成的一个一个的房间 那么我们的应用去运行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在一个一个的房间当中去运行 不管你的研发人员还是运位人员去操作 或者是你的应用在运行的时候 所使用的资源都在这个房间里面被控制住被限制住 也是被隔离在这里的 这是第一点 然后容器呢 技术它又是通过镜像和上层的这种可写层来构成 那么镜像呢 其实又是通过将对于应用开发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 依赖环境配置文件或者是你的一些这种项目文件 通过层层的封装来打包成哪个镜像 每一个镜像层它又是具有唯一性的 那么这样也使得容器在这种符合 符合容器镜像标准的这种平台上去做迁移分发的时候 都是变得比较容易的 然后除了刚刚的容器技术可以解决应用开发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 但还需要有它的一些容器相关的一些生态 来去解决其他的一些问题 但这个架构图大家可能看得比较眼熟 因为前面的那个工业汇联网体系架构里面 它底下其实也是一样的 都是基于一个这种标准去接受上面的一些生态相关的一些内容 然后底下的容器标准这一块是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关于镜像的标准 一个是基于运行时的标准 然后基于这两个部分的一些标准 我们就有了上面的一些生态的内容 生态内容这一块我也是分成了六个部分 然后首先是镜像仓库的部分 镜像仓库这一块是有比如说像Registory和Hub 来负责对于整个容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镜像的上传下载 还有它的一些权限体系来做管理 然后还有对于比如说工业的这种工业应用 还有工业的微服务的开发 来实现这种自动化的流水线 去帮助提升开发效率的这种CICD的应用 然后还有对于容器说我运行的时候 我的容器与容器之间互相访问 做一个互联互通 然后的这样一些比如说OV类或者是Underlay 网络的这样一些支持的组件 然后在网上还有一些容器管理的组件 以及容器的编排啊 运维还有一些监控日制体系 甚至还有对于容器的一些访问的网关 还有存储的这样一些相关的组件 然后最右边则是对于容器安全的一些组件 因为我们知道安全是不可小视的 然后每一个容器它在运行的时候 它其实会有一些比如说数据库的这种配置文件啊 访问账号密码等等 那么其实可以通过安全平台当中的 这样一些加密的组件或者是框架来去实现 然后我们这边呢也是拿分布式的LTDB 来举一个例子去说明 当工业应用去在使用这种容器技术 或者是你不使用容器技术的时候 在运行和管理上的一个差别 那么这边的LTDB的架构 我们先简单来介绍一下 就是分布式LTDB其实是分为了Config Node和Data Node 然后Config Node负责管理整个集群的 进行状态 然后Data Node负责整个数据的部分 然后我们如果说以一个这种二进制的方式 去部署一个分布式的LTDB 那么首先你可能需要准备几台机器对吧 那么你还需要对于这种LTDB的 所需要的一些依赖环境去做一些配置 然后你需要在每台机器上还要上传你的安装的一个介质 然后你再还需要你修改各种各样的一些配置 然后去启动每个介绍上的各种应用程序 然后再去增加各种节点 然后当你应对这种海量使用数据库的时候 你发现你的这种存在量不够了 你需要对于LTDB做一个扩容 你还需要将上面的这些步骤再重复一遍 而使用容器技术之后呢 其实你发现对于容器技术来说 对于分布式应用来说 它的其实这样的一个架构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 它的Config Node还是Config Node 只是说每一个服务都是运行在自己的容器上 而容器呢又是跑在一个一个的容器节点上 当你需要对于这样的一些节点上去做这样的一个分布式应用的部署的时候 其实只需要这里简化了一下就是三步 首先你需要把你的应用的机箱上传到机箱库里面 然后你的安装呢只需要通过黑暗包来执行 传递一些参数就可以直接安装了 然后至于后面的这些节点是如何获取到你的安装介质 也就是我们说的机箱 然后以及怎么把机箱系起来 然后去检查它去设置它对应的一些参数 以及去怎么去检查你的应用是否已经处于一个ready的状态 那么这一切都是交给容器编排平台去完成的 就是完全实现了一个自动化的过程 而当你想要对于这样一个分布式LTTP去做一个扩容的时候 其实你就只需要简单的将容器的副分数加一就可以了 至于剩下的那些需要在哪台机箱上去运行 然后去做一些什么样的配置 都交给容器的编排平台去完成 然后在这一块呢我就是在汇总的介绍一下 我们关于原生的应用和事与税库这一块的一个联合解决方案 然后该方案呢就是将这种分布式LTTP 一种容器化的方式 部署在我们DocCloud Inprice里面 跟操作系统当中 然后这一块也可以简称为DCE 然后我们直接来结合着架构图 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那么跟工业互联网的体积和设计是比较类似的 我们也是分为了边端三个部分 其中端侧是对应着企业制造业里面的一些这种传感器的设备 可以通过LTTP End这样的一个组件 来实现一个轻量化的数据采集 然后在边端上它是有这样的LTTP Edge 它可以对于端上的这样采集的一个数据做垂直方向上的一些汇聚 然后提供给边上运行的这样一些工业的应用 就是工厂OTG当中他们的一些应用 去做一些实时的这种计算的需求 然后通过这样一个云边协同的能力 它是可以将边上运行的这样一些应用 比如说在离线或者断网时缓存那些数据 然后在等它节点上线的时候 再通过云边协同上传到云端上 然后在云上呢 则是可以有这种LTTP Cloud 它可以直接的对接到LTB End 去从这种数据采集直接传到云端 也可以同这种使用文件同步的功能 将LTTP Edge和LTTP Cloud 做一个文件同步来实现这种数据的上云 并且呢 结合这种LTTP的这种十倍的压缩比的这种特点 它可以有效的降低这种海量数据数据的存储成本 然后在云上其实是有这个DCE的整个的云操作系统的部分 然后它这里面有几个模块 其中对于极星管理模块来说 它是负责了对于容器编排工具的一个全神秘周期的管理 因为容器编排工具 比如说Kubernetes 现在已经是成为一个实时标准了对吧 然后但是对于Kubernetes本身的一个维护 比如说升级更新 然后安装部署或者是创建一套新的 集群用于开发测试等等这样一些问题 其实就可以通过容器的我们的集群管理功能来实现一键的自动化的这种方式 然后还有这种微服务治理应用工作台以及中间间管理的模块 主要是针对于像这个工业应用的一个开发的流程过程当中 比如说你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环境 所以你需要创建一些中间间来配合做一些设施 做一些接种性的设施 做一些性能的设施也好 那么这个时候你其实如果交给一个运维去部署的话 它可能会花上三天五天甚至是一两周的一个时间 因为可能还涉及到对于安全部门 打动防火墙等等一系列的操作 但是对于中间间管理的这个模块来说 它其实提供了这种一键式的部署方式 就是你可以在平台上通过选择然后下拉配置 然后进一键创建托管式的这种做一键服务 然后在这一块呢 DC运操作系统其实还有 针对于应用运行起来之后的加一些监控和日制体系 那么我接下来就用那个分布式LTDB 来简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如果工业应用和LTDB是如何运行在DC平台上 那么第一部分就是说通过容器的方式 和这种Helm安装的方式 都可以在我们平台上做一个统一的管理 并且呢你的这种弹性的伸缩 以及应用的更新和升级等这样的一些操作 都可以通过平台上来完成 后面都是由平台容器的编排工具 来去自动化完成的 就可以减少你人为操作导致的一些失误的问题 然后在第二个部分就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上 直接通过WebCL的方式 直接进入到你的容器内部去操作容器的 比如说你可以去查看一些配置 或者临时的去修改一些内容 然后这一块就是可以避免说 我们的研发人员直接通过访问宿主机的形式登录到上面 这是可以降低一个安全风险的 因为对于运委来说 我如果把一台服务器的账号密码发给你 那么如果你泄露出去了 我还做各种其他的安全 安全扫描、安全检测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这样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可以形成一个规避 然后第三块就是可以通过 第四季平台上的一个监控和日志的区间部分 它可以对于所有的上面的一个应用的监控和日志做一个汇聚 你可以在平台上去统一的查看相关的一些监控信息 然后这一块也是跟你平台相关的一些全线体系去做绑定的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在来回的多个监控平台上 或者日志平台上去使用多个账号去登录去切换 然后你都可以在平台 这样一个统一的平台上去完成 那么这一块就可以提高你的对应用的一个牌照的一个效率 然后我今天的分享主要就是这些 那么谢谢大家